好同學來看這個題目 他說冰心研究中有一個數字叫DeltaO18 要問我說到底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OK同學這題其實非常不好寫 你要對冰心有一個一定的認識 不然你完全答不出來 那同學要知道什麼是冰心 什麼是冰心 你問一下嗎什麼是冰心 冰心呢其實就是冰塊 它是深層的什麼 深層的冰塊叫冰心 簡單說是用古代的什麼 水循環留下的遺物 懂那個感覺嗎 古代水循環留下的遺物叫冰心 因為冰層會一直一直堆疊上去嘛 壓到最下面那裡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冰心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冰塊呢 轉一段出來這個叫冰心 古代的冰層冰心 那這個研究古代冰層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很重要 我跟你講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水循環的過程 換句話說它象徵大氣裡面 什麼 水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研究這些呢 你應該看題目就知道 其實我們的氧有同位數 有氧18跟氧16 我們的水呢 其實也會分兩種 其實也會分兩種 當然是不只兩種啦 因為氫還有重氫跟一般的氫嘛 那我們現在思考就先思考兩種就好 這樣比較好想 好不好 好關鍵來了 我們會有什麼 歐16的水 跟歐18的水 可以接受嗎 歐16的水跟歐18的水 所以古代的大氣呢 到底是歐16多還是歐18多 就會在那個時候怎麼樣 產生不一樣的冰的成分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所以什麼叫冰心呢 來寫一下 叫什麼 叫 代表 古代 大氣 的 成分 叫做冰心 所以研究冰心 是研究古代 大氣的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知道嗎 好 那我們就要來想想到底是什麼狀況 到底什麼狀況 我們現在歐16跟歐18 兩種水分子對不對 歐18這個水分子 它會比較重 歐16這個水分子 它會比較輕 那同學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背化學的周期表 我們背的養的原子量是多少 記得嗎 是不是都是16 所以歐16其實大氣的主體 歐16是大氣的主體 簡單說它含量可能超過99% 那歐18是它的什麼 同位數 它是微量 知道嗎 它是微量 歐18的原子 它是微量 對 簡單說整個大氣呢 可能怎麼樣 可能一百萬顆都是 H2O 歐16的H2O 那僅僅只有一顆 是誰 歐18的H2O 有那感覺嗎 它是微量非常非常少 所以古代大氣的成分呢 就受到什麼 這個微量原素的影響 而有點差異 而有點差異 我們就能知道當時溫度是多少 那我們來想一下 因為題目這裡講的非常不清楚 我們不要像題目這樣想 我們想歐18是什麼就好 畢竟歐16是我們大氣的主體 對不對 所以歐16呢 在整個冰性裡面呢 絕對是大多數 所以這個冰性的成分呢 受誰影響 受這個歐18的含量影響 那我們來一起想一下 什麼是歐18會比較多呢 因為歐18是比較重的水分子 對不對 比較重的水分子 它分子量比較大 所以應該要溫度在更高一些 才會有什麼 才會有更多的歐18 好 溫度更高一點 才會有更多的歐18 簡單說呢 這個歐18跟歐16的比值呢 什麼時候比較大 應該是溫度氣溫高的時候 這個比值會變大 理解我意思嗎 因為它是比值嘛 對不對 這個比值會變大 歐18比較多 代表氣溫高 這樣會不會 好 根據題目的意義 來我們來看選項 根據題目的意義 我們來看選項 好 題目說這個delta呢 這個delta值呢 應該是一個什麼 應該是一個 古代 古代 古代歐18 跟歐16比值 還有現代 歐16跟歐18的數值去做比較 都是一些比值的概念對不對 那我剛才講了 我剛才講了 溫度高的時候 歐18含量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在考慮這個數值的時候 其實你要幹嘛 你分母就不要管它 你知道嗎 你分母就不要管它 歐16呢 基本上它的比例都是大多數 我們就把歐16視為不會變 這樣比較好思考 那歐18多的時候 什麼時候 溫度高的時候 這個重的水分子容易揮發 對不對 所以大氣的歐18多 注意喔是大氣喔 不是冰塊喔 不是海水喔 是大氣的歐18多 大氣的水分子經過水循環 它會變冰塊嘛 所以這是古代大氣的歐18 水比較多 溫度高 大氣的歐18會增加 所以換句話說來 如果這個delta在哪裡 在我們的什麼 在我們所謂的尖冰期 尖冰期溫度會比較高對不對 冰期溫度會比較低 對吧 如果在尖冰期會怎樣 溫度高 所以歐18會比較多 古代的尖冰期它會比較多 那現代的一定就是比較少 那你就會了 多除以少 多除以少 大魚啊小魚 歐18多除以歐18少 都是分子在比較不是嗎 所以這很明顯多少 一定超過1 所以尖冰期溫度高的時候 這個比值呢 這個delta算出來會比較高 OK 所以符合敘述是它 對吧 來同樣的想法 當我在冰期呢 冰期溫度低對不對 溫度低的狀況下 這個數值就會點倒 因為現代呢 現代呢 是屬於高溫的對不對 所以現代的歐18就會變多 相反的古代如果是冰期 會怎樣 歐18就會變少 來少除以多 不是數值會小於1嗎 對吧 數值會小於1 OK 所以冰期的時候 會比較低 OK 煎冰期會比較高 唯一符合的答案是 只有誰 只有A跟豬 所以這題我們就選A 還有豬 那同學 這樣子這題會看的嗎 到底在那邊 最多的 判斷